大家好,我是我爱阿卓阿子 今天是2022年3月16号 弟兄姊妹们平安 今天是我做的有关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213期 今天我做的题目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真相大白 美司法部指控王苏军民运人士福造基金领袖 从2015年起为中国国安部服务 李津靖也是福造基金会的董事 地方姊妹们虽然这一期和那个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关系不大 但是我由于前两期都涉及到这些所谓的民运的这些人 当然以前也讲过了这一段都是好多都是共产党控制住的 刚说完呢就发现那个有一个间谍被抓了 那个间谍又是破坏雄严的那个竞选 本来就是同伙怎么破坏来说这事情就搞大了 其实在相同就是刚才熊燕的那个破坏雄严参选的那个新闻里面 那个见得被抓呀 还有一个新闻就是美国司法部来控告王苏军 也是民运人士是福造基金的领袖 而且刚好这个就是什么事情都这么撤脚了 这个李静静呢也是福造基金的董事啊 你看福造基金的领袖 美斯瓦布指控王苏军啊 所以这个李静静呢又和我们的教会卧底 你看也是同样一个机构的董事 所以他们是一伙人啊 你只能说他们是一伙人 你只不能老说上东受骗啊 他们是一伙人 他们都是党的人 当然李静到底是不是党的人呢 因为他不是基督主 我不敢特地的瞎判断 但是你看他的周围的同事 傅希秋是党的人 然后那个王苏军呢 现在也被美国司法部指控 为中国国安部服务 那么都是党的人可能性就非常之大了 这个王苏军啊 你们去看他的确是一收 他告诉基金会建设是服务要帮赵紫阳基金会的 名单有哪些呢 有扶贫张博树李恒青 王苏军叶林 你看看我那天也说一个假基督徒叶林也是 律师也是熊元健张爱梅一改于大海深重为邓 这个字念什么明文明文 这个字我不认识啊 老经常看见邓玉明吧 邓玉 邓玉 对玉 那是对的啊 因为不常用 老认不对有些啊 李静静看了 这个人刚死 这个人就被美国司法部起诉 然后同时破坏熊元 这不是自相残杀吗 共产党的共产党合作的熊元呢 因为一个间谍也被捕了那个间谍 就破坏他的竞选 这是玩蜡猪啊 我这个戏越来越大了 我说过他们的死气到了 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格局发生了大的变化 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 中国又支持俄罗斯 那当然美国就要清除这些间谍嘛 这是必然的啊 所以说我今天就给大家又说一个消息 因为刚说漏嘴说完这些搞所谓搞民运的 被我称之为媒体操控的人 马上就爆出他们那些搞民运的是间谍嘛 这个以前有一个最早我也做过一期嘛 就是就是马大为嘛 也是间谍也是他们搞民运的 知道吗 他们的领导其实都是党的人 说实在的 所以说才有可能啊 当然有可能就是那个叫 那个人就把那个李静杀了 说他们是叛徒啊 当然这是我的分析 我说分析啊 他们是假反共 很多都是假反共 知道吧 都是在和党合作 最明显的例子嘛 就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人物嘛 傅希秋嘛 这个非常明显 然后然后就是雄言嘛 这是脸都大得啪啪啪啪啪 网上的基督徒 那些支持雄言的基督徒 在那一伙原子民同学都打得脸都打肿了 他们还没什么话可说了 弟兄姊妹妹 我可以看看这个事情越来越好玩 肯定这两天呢 其他的新闻呢 我就不怎么说了 我感觉你看哈 就是这个在这儿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这儿的发 李静静是基金会主席 就是这个哈 美国司法部指控王苏军 民运人士 福造基金领袖 传令义务联球 中国国文部服务 备汉人李静静是福造基金会董事 就是这个也是 傅希秋 也和他们的什么 我们的价值联盟 傅希秋也当过董事 李静静也当过董事 都是同伙都是同伙都是同伙 所以说你看我们给你们点开哈 这是这是完全实用 美国司法部的网站 这个一点都没问题 好 你们自己看 我给你们过一遍 过一遍 好 王 我查一下王 王应该查的王 对王 王苏军看到没有 肯定还有其他人物 我就不管了 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吗 他是不是基督徒 我看看王苏军 王苏军 王苏军 一个人是王苏军 基督徒 是不是 他冒不冒成基督徒 他不是 他们又冒成基督徒 他们又冒成基督徒 弟兄姐妹们现在越来越有趣了 关于他们民运的我就少说了 就李正敬我也少说了 我还是主要是关注基督教核心 工作计划 我就看看什么时候 美国司法部把 傅西 傅西丘给打起来 说他也是为中国共产党服务 我想这一天不会救援了 我说过他们的死期宁静 弟兄姐妹们再见 平安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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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